都是一些比較低層次和具體的問題 就是說比如說哪家疫苗更好 誰的疫苗更安全 我們應該怎樣盡快地 進口疫苗之類的問題 但是其實從不夠長遠的 比如說按照50年的時間線來算的話 這一點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的 從50年的時間線來講的話 人群的多樣性 基因的多樣性 是最主要的安全保障 從國家和財政的角度來講 福利國家單一的 依靠國家財政擔保的福利國家 應該被那些由各種不同的 宗教社會團體和財團 包括營利性的財團和非營利的社會組織 共同經營的多元化的社會福利制度 期待 這樣國家和社會 才能取得到最大的安全 在這方面 台灣社會和歐洲福利國家一樣 也都是高度脆弱的 如果台灣社會和台灣政治家 能夠足夠高瞻元素 從疫情的衝擊中間 誤出福利國家和現代社會的弱點 並加以應對的話 才是台灣最大的利益 當然從短期來講的話 也就是選擇一個 現在看來最安全的疫苗 盡快推廣 補上防禦切口的問題 這件事情並不困難 因為畢竟本來是為... 本來可能還要按部就班 開發5到7年才能夠進入市場的 mRNA疫苗現在過早地投入了市場 所以稍微加一點外交經營 幾個月時間之內 防禦上的切口就會補上 所以現在恐慌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但是防禦切口補上以後 未來的隱患才是真正值得 和應該考慮的問題 但這一點恐怕是大家... 一般人都不會認真考慮的事情 是 我覺得謝謝我們這個阿姨 所提到的部分 其實剛剛這個阿姨在提的時候 我心裡也在想說 對啦 第一個從提到 我們講的人類的這些 我們應該講說整個地球生物的演化了 逝者生存 不逝者淘汰 其實如果所有的物種 都沒有所謂的輪替 都沒有掩替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在路上 應該看到恐龍在跑才對 但沒有嘛 所以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不生不死 不死 不生 當然聽起來很繞口 但的確就是如此 只是說人命關天啦 我們總覺得每一條命都非常的珍貴 所以疫情顯然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的確也是包含政治體制 包含社會的許多的運作 當然前面有提到了 台灣從原來的防疫模範生 到現在疫情的爆發 當然引起許多的討論 當然從這個台灣內部 現在為了疫苗的部分 當然吵得沸沸揚揚啦 但的確從國外的許多觀點來看 台灣還不再叫做失控的狀況 但不管怎麼樣 我想也請教一下老師 你自己這樣看待台灣這整個變化 你怎麼看待台灣這段期間 整個防疫包含跟歐美 跟其他的國家比較的 這些優勝劣敗的部分 您怎麼看呢 其實防疫的成功並不見得是好事 有些國家 比如說 典型就說美國 基本上是由於憲法上 對公民自由的尊重 以及社會多元性的程度甚高 尤其是宗教自由的神聖不可侵犯 使得無論你有多高的科技水平 實際上是不可能推行 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的 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 和原教旨主義的個人自由 是有直接衝突的 能夠實行有效的公共防禦的國家 通常是集體主義特色更強的國家 比如說像德國這樣的國家 而英美要執行有效的防疫政策 就要困難得多 以色列之所以成為防疫模範 是因為以色列是一個 軍事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打的底子 而且長期出來戰爭狀態 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 對於美國人來說就是 基本上沒有體驗過的戰爭狀態 所以以色列是特殊情況 但是反過來以防疫政策的好壞 來評價國家能力 本身就是防禦的 從國家和社會的生存角度來講 靈活性 是倖存機會和多元性才是根本 把防疫政策 把經濟政策的成敗 當作國家的成敗標準 已經是不大對勁了 把防疫政策當作國家的成敗標準 那麼會導致顛倒錯亂現象 會刺激大眾民主下的政治家 為了追求防疫成就 而犧牲太多不該犧牲的東西 兩項比較的話 承受一定程度的死亡和危險 使國民比如說像伊麗莎白 和莎士比亞時代英國的那樣 熟悉死亡 懂得怎樣應對死亡 就像是讓國民習慣於武器 懂得怎樣保衛自己一樣 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是為此值得不足一定的失誠的 就是說輿論不應該鼓勵 要做到完全免疫 和一個人都不能使這種過高的 而且對形成的過於敏感和脆弱的群 對他們自己也沒有好處 這種標準去承受 從這個角度來講 現在的演化對台灣來說不是壞事 長期的防疫成功 給人民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 以為付出高昂代價 得到的安全是理所當然 和不需要其他方面成本的 這樣反而不好 讓人民 而不是讓專家 同樣哪怕是在較小程度上 承擔風險 懂得駕馭風險 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民教育 這比寫在紙方 由中學教師教給人民的 公民教育更重要 什麼是公民教育 就是人民是統治者對不對 統治者的任務是什麼 統治者就是替被統治者承擔風險的人 就像是父母是替小孩承擔風險的人 被官僚機構和專家 保護得非常安全的人民 是做不了民主國家的統治者的 這樣的國家非常脆弱 而真正能夠長治久安的民主國家 人民是要習慣於死亡和危險 習慣於戰爭和危險的 習慣於在各種危險當中 通過錯誤決策和錯誤決策的代價 來學習正確決策的必要性 來養成培養自己作為領導人 也就是駕馭風險的能力 只有人民習慣於領導 習慣於駕馭風險 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失敗的防疫和從失敗的防疫得到的經驗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何況現在防疫還談不上失敗 讓普通人民都感受一下 自己跟自己的鄰居的協作 是多麼重要 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而不是一味依靠專家和官僚 來保護自己是多麼重要 這總的來說實際上是利大於弊的 是 這是謝謝阿姨的這個分析 過去我們在節目當中有提到 我們一直為難的在所謂的餓死跟病死 當然我們都希望不要死 但概念的意思是說 在台灣很成平的時候 大家就會故意拖著 會看 所以台灣最早AZ進來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人要來施打 甚至最後才開放給一般民眾 等到疫情爆發 大家又在叫有疫苗就好 趕快給我疫苗 所以這個反則某種程度會不會因此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還是有人染疫 有人身亡 我們非常的悲痛 但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叫就疫苗 就是說不管怎樣 你政府你要展現你的本事 你怎麼沒有超前部署 疫苗的事情在台灣這段期間 引起非常大的一個關注跟討論 也是國內政治 在台灣現在內部來講 每天幾乎都會上版面 到底什麼時候會給疫苗 當然這過程包含美國 日本的援助 包含就我們在談到 國產疫苗的一些問題 其中一個大概有很大的爭議 就是說中國 中共 因為要給台灣這些疫苗 甚至包含外國給疫苗的時候 還會警告不要以疫謀獨 許多的問題 所以許多人就說 人民關天為什麼不進口 中共提供的疫苗呢 為什麼我們不去接受 這個阿姨從您的角度來看 我們倒很好奇 在這段期間以您所瞭解的部分 這個到底是真的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中國在各地 阻撓台灣這個疫苗的這些進口 或者是說這些疫苗的示好 背後可能都有許多的風險跟代價 這部分從您的角度 您會怎麼看呢 這個我相當瞭解 中國生產疫苗整個機器 就是說它沒有能力在短期內 擴張到幾億人規模的大量生產 這樣迅速的擴張一定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一定會像大腰筋 和大量鋼鐵一樣 帶來嚴重的質量問題 這個跟美國人所謂的質量問題 不是一回事 美國人的質量問題是所謂的 美國人的意外問題 就是安全問題是所謂的 它本身的工藝和質量是沒問題的 臨床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要面臨著所有未知的風險 就是說比如說納米技術 或者mRNA技術從整體上來講 對於人體 個體和人體性的健康 在將來按照幾十年的時間線來講 是應該怎樣評估 但是你不可能到幾十年以後 評估好了以後再決定打 但是從醫學狹隘的角度來講 它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而中國從技術上來講 它不具備相應的工藝 其實中國也有自己的mRNA開發 到目前還沒有任何結果 也有自己的納米技術 但是目前安全使用在生物體上的 納米技術也還是沒有 但是同時中國科學家 在政治上受制於國家的程度 要比其他國家要大得多 所以他們很可能會在政治需要的時候 把不成熟的東西 或者根本不靠谷的東西推出來 然後按照政治需要拿出來 中國疫苗在世界上推廣 例如在巴基斯坦那些地方 已經出現過總理 總統這樣的政府藥員 打了疫苗以後 沒過幾天就公開報導感染病毒 證明這樣的疫苗基本上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沒有理由在同時引用美國疫苗的情況 就引用這種不靠谷的疫苗 這從狹隘的醫學角度上 而不是我剛才講的 從長時期的歷史演化角度來講 就是非常明顯的選擇 因為疫苗這個東西 它跟有一點點像是軍火輸出 比如說把大規模的疫苗 和大規模的抗生素生產 其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都是準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些跟美國軍火工業 同時產生出來的軍事後勤工業 在以前的戰略和力量中 也是不存在的 這樣的供應鏈 根本就是20世紀總體占興起的一部分 為給軍隊準備的後勤 衣料這些東西 跟給軍隊準備的彈藥是同等重要的 而疫苗和藥品依賴於別人 就像是在曾國藩時代 你的軍糧依賴於別人一樣 這個仗就沒有辦法打了 而疫苗的生產和整個 這個供應鏈是複雜的 一旦形成了依賴以後就很難擺脫 不要說別的 雖然二戰在距離現在已經是 將近已經是七八十年時間斷生 但是實際上今天整個世界的 醫藥供應體制 是直接從美國二戰 醫藥供應體制直接衍生下來的 基本上世界上所有國家的 醫藥供應體制 包括蘇聯和中國的青霉素生產 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美國二戰時期 生產體系的擴張 這種生產線一旦形成依賴以後 將來是會直接影響國家安全的 所以疫苗問題和軍糧問題一樣 基本上都是一個總體戰問題 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 而中國本身就是二戰時期 總體戰國家體制 像歐洲以外輸出的一個產物 所以它是一個在和平時期 就執行總體戰體制的國家 對這一點的免費自然是格外深刻 但是正因為如此 像台灣這種處境敏感的國家 特別不能夠把自己的 涉及國家安全的供應鏈 交到中國的手裡面 即使是中國疫苗本身是合格的也不行 但是實際上中國疫苗 不大可能是合格的 就是說中國疫苗能夠依靠的 那些生產技術 基本上就是二戰時期美國技術 然後在以後的20年普及到蘇聯 然後再從蘇聯普及到中國這個 相對於世界先進水平來講的話 落後至少6、70年的整個工藝水平 在這個整個工藝水平的基礎上 有個別科學家東引進一點 西引進一點形成這個個別的點 但是他們就像北洋艦隊裡面 一個會讀英文 會講莎士比亞軍官 面對著一個沒有總參謀部 也完全沒有工業生產能力的 整個後勤系統一樣 他決定做的是短版而不是長版 不能改變中國的整個醫療水平 實際上是停留在西方國家 1970年代以前這個基本狀態的基本盤 這樣一個基本盤 來應付現在21世紀的疫情 他生產出來的所有產品 按照21世紀的標準來講 都是既不安全又不合格的 是 我想剛剛這樣子講 大家可以比較清楚瞭解 不過雖然這麼說 我想中國中共他不斷地在宣導說 尤其WHO事實上也認可了 他們有些國產的一些疫苗 那個我聽起來這個WHO說法是 雖然防護力也許沒那麼高 但總還是比沒有好 大概就這樣的一些概念 所以他們也許就會反嗆我們節目 或者反嗆阿姨說沒有啊 還是有啊 我們WHO還是有被認證疫苗 他們還是覺得台灣為什麼不採用 台灣的這個政府對於人民的死活不顧 看起來台灣就剛剛提到的 這個問題一樣延續 就是一直不斷內部產生這種矛盾 分裂啊 這種認知戰 剛剛也提到的不斷地一起擾台 我覺得這東西在台灣 沒有拿到足夠的疫苗 或者國產疫苗 就引起許多的討論 大家就會提到說那怎麼辦呢 其實以中國我相信會無所不用其極 製造你島內不斷的 這種衝突認知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請阿姨 你有什麼給我們台灣的民眾 或台灣的這些政府也好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 來看這樣的一個角度呢 處理未知是統治者的特長和能力 人民或者是被統治者 有一點是幸福的 就是說他們可以把決策錢交給統治者 因此就可以較少地處理未知能力 但是階級地位這個東西 本身就是處置於 就是取消你的風險承受能力 資本家哪一點比功能強 就是資本家承擔了失敗決策的代價 而工人作為風險厭惡的 他每個月都有固定工資可拿 同樣國家的領導人 和普通人民的差別也是這樣的 民主國家跟君主國家不一樣 就是要求人民本身具有統治者的素質 這是民主制度不容易 雖然有很多優點 卻不容易維持原因 因為人民往往是不具備這種素質的 這個素質就是在未知當中處理 你肯定知道從事後諸葛良的角度來講 所有人的決策都是充滿錯誤的 因為所有人都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之下 做出決斷的 等到信息完全的情況的時候 一切都太晚了 你必須不斷地在未知中所決策 並承擔未知的代價 這就要求第一 精英階級要有掌握未知 和駕馭封鎖那種剁手式的能力 剁手的能力不是憑航海教科書能夠教出來的 就像你游泳的能力 你不能通過游泳的教科書那樣 你只能通過實踐鍛鍊中產生 而實踐鍛鍊是殘酷的 就意味著一部分失敗者 就永遠的葬身於深海當中了 而成功的船長和水手 就都是依靠這樣的鍛鍊鍛鍊出來的 沒有任何方法能使你不經過這樣的鍛鍊 或者不承受這樣的損失 就能夠成為精英和統治者 所以你要把這方面的損失 當作最寶貴的部分來加以保存 第二就是即使是在理論上的民主國家 實際上永遠都存在精英和外圍的區別 而外圍最主要的政治德性是什麼 就是對他們的精英 要有妻子對丈夫那樣的信任 就是假如你相信你的丈夫 即使是做錯了事情 也不會是故意的 而且他所犯的錯誤 是其他人在同樣情況下 也會犯得更大的 那麼你的婚姻就是穩固的 反過來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信任 而只有在順利的時候 把統治者能夠不斷端出牛肉 來給你吃的情況之下 你才信任統治者 一旦遭到失敗的話 你馬上就會拋棄你的統治者和精英 那麼這個國家的果本是不穩定的 它是很容易在關鍵時刻遭到滅亡的 精英和外圍之間 精英和群眾之間的封建性的信任關係 是一個國家能否應付風險 和能夠應付多大程度的風險的 一個世間史 因為世界的淘汰就是在豪里之間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 大家日子都還好過 遇到較大的危險就會淘汰到一批 一遇到危險就會起著一步風浪的國家 再大的風浪又會淘汰到一些 今天倖存一下的國家都是淘汰的產物 而未來的風浪又會不斷地 淘汰掉新的不能適應的國家 只留下精英的決策水平最強 實際上就只能說是 他經歷了最多的風險 像老水手和老兵一樣 夠資格憑藉他跟死狼和恐懼 打交道的經驗 來做年輕水手的導師 第二就是年輕水手或者群眾外圍 對老水手的信任 相信他是自己人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統治方便 或者甚至為了報復自己的人民 而給自己的人民和信任他的人 製造不必要的災難 這是一個不斷整合 不斷演化的過程 每一次衝突和考驗 都要調整雙方之間的關係 最終的結果就是不能形成高度信任的團體 分裂的矛盾的團體 在不適當的淘汰之中 就會被沉沒在歷史的聲援中 就此消失 或者是能夠倖存的國家和這種團體 始終是在不斷把不適應的 或者是不能信任的成員拋出去 或者主動地拋出去 或者是被動地 聽任他自己拋出去的過程當中 改變自身的組成 不斷向前演化的 這個演化的過程是 具有間歇平衡的特點 一段時間的和平過去以後 就會進入一個 具有高度挑戰性的挑戰時刻 能夠度過這個挑戰時刻的關口 新的團體會有跟原來不同的組合 正是能夠經歷過多次這樣的挑戰 最後幸存下來的團體和國家 才具有最強的抵抗能力 能夠適當地運用自己的 資源 做出適當的決策 而這些被世人驗聲的成就背後 都是長期的殘酷的淘汰 例如第三世界國家通常羡慕的 西歐民主國家如何如何 歐洲為中心的民主國家如何如何 他們的背後都是悠久的歷史 宗教戰爭 封建戰爭 持續不同 持續不斷地精英淘汰 沒有這以及近代民主國家 誕生過程當中的沉重的代價 是在付出了這些代價以後 倖存下來經歷過淘汰的國家組織 才會具有現在的信任度和決策能力 在相應的建構沒有完成之前 同樣的好處是不會來的 而在大家抱怨和羡慕的同時 實際上機會就在你的眼前 你現在所經歷的一切 就是你培養相應的政治素質 在未知中進行選擇 切切實實地體驗到 就是你錯誤的選擇 以及你所信任的人錯誤的選擇 會斷送你自己和你的子孫後代 使你徹底退出博弈 而不是理論上口唱說什麼 就是這樣的用腳投票的 事實上的選擇是塑造了人和人類 塑造了人和人類的群體 塑造了組成群體的人和人之間的 複雜關係 這種關係實在是就是說 你只有親自體會到了以後 像你經過航海和游泳回來了以後 對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以後 才能夠由所體會 並且部分地加以講述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地 用書面形式加以喘迷 你經過了以後 經過了考驗以後 你自然就明白 但是你沒有辦法讓 還沒有經過考驗 甚至相當害怕考驗的人 真的明白的 是 謝謝我們阿姨 帶來這個讓我們清楚地可以瞭解 給了我們一些台灣朋友 就是台灣的一些政壇一些建議 真的 我覺得在這一次 不只是我們人體在對抗這個肺炎的病毒 某種程度對台灣來說 台灣整體也在對抗中共的病毒 我們能不能因此而產生免疫 不只對病毒 甚至對於中國 中共的這些 所有的更深度的一些瞭解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國家稍微朝上一個 我們期待更好的一些方向 我想這段期間 大家就不斷在做這些拉拔 這也是台灣整體來講 在整個病毒以外 在政治上效益的部分 現在也正在感染肺炎當中 所以台灣的政壇上面 許多的民眾可能都有的是物理看花 有的當然還是有一些堅定的一些想法 這個我想我們都會持續在做努力 但不管怎麼樣 保護好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都最重要 因為我們的觀眾朋友 或者我們聽眾朋友 事實上也來自各地 我們在疫情來講 我想各地都持續有在做一些發酵 雖然有許多國家陸陸續續也解封 但就算是解封 就算打了疫苗 他的防護力也不是百分之百 這都有要長期來做關注 都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今天再來是感謝我們旅美學者 我們劉仲敬老師 謝謝他幫我們今天帶來 許多的一些解析 再次感謝您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